作词 李宗盛 始终只有你的逻辑 情迷惑陌生不是一百九十里 爱情并不是容易遗忘的记忆 你说合照已重新被定义 只剩一个空可躯体 虔诚或转身已不是我自己能决定 我成为无人过问的舍利 渺小到无法重生的境地 在时空夹缝中寻找自己 每道呼吸存在你的气息 我成为无能为力的舍利 碎裂的心成熟了也清晰 如果要说一句真实话语 希望我们从来不是唯一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歌手陈永龙最近推出新专辑沙利 他过去录制的第一首歌是 胡德夫的《大午山美丽的妈妈》 后来他败在现在已故的音乐大师李太祥的门下 现在他推出了这张新专辑 邀请到知名音乐人陈小霞作曲 今天很高兴邀请陈永龙跟我们分享他的音乐 永龙你好 慧玲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我太习惯让别人听歌 然后很少看到我的脸 其实我刚刚情绪有一点回不来 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那个MV的歌实在太好听了 我刚刚才在跟永龙说 这首歌不能半夜听 听的是会很心碎 很揪对不对 真的很揪 这首歌是陈小霞老师做的曲 对 小霞老师谱的曲 其实这首歌是歌词先出来 歌词是我的经纪人熊汝贤熊姐 因为一个朋友的伴侣过世 因为他老婆过世 之后他看到他的丈夫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最亲的人过世的一个状态 你想要安慰他 你想要协助他走出这个伤痛 可是到最后那个伤痛好像只有你自己知道 可能也只有自己才可以过得去 自己还可以过得去 那他就在一个半夜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境想要写出来 其实说他这个投射的对象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歌词就丢给了制作人李子恒老师 都让我们先看到了 李子恒老师一看到这个歌词就觉得说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陈小霞写 他就再把这个歌词再丢给小霞写 那小霞姐酝酿了好几个月之后 终于把这首歌谱出来了 我们刚开始收到的demo 是小霞姐台的吉他自刊自唱 他只当到前面四句 第四句叫做 亲密或转身 已不是我自己能决定 然后我们就都已经掉进去他的歌里面了 对 小霞老师的歌 非常地有他个人风格 对 他的口气很特别 对 非常地可以辨识 所以他怎么跟永荣沟通 这首歌要怎么诠释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 对我来说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然后也很难能可贵 因为小霞姐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他的 是大家的偶像 对啊 我可以唱他的歌 我真的是觉得是 真的是太清楚了 而且他也主动跟制作人说 他想要来的音乐是 音乐是唱的 他对这首歌的期待值也很大 然后对这张专题 甚至这首歌对程庸隆 他对有一些他自己看待的期待 其实他就跟制作人讲说 他想要来听听看 就是给他转一下 让他的那个声音更厉害一点 那台语怎么久忘了 就是给他扭一下 让他说 他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转一下 那个东西才会有另外自己的愧口 对 所以小霞姐就特地到录音室来 大概来了两次 两三次吧 那小霞姐到了录音室来说 那你来 你唱给我听 清唱 哇 对 都是先清唱的 就是我就在他 在他旁边面前 就好好的把这个歌唱一遍 他就说 我告诉你 有些音不能神 就是不能神 因为中文的口气里面 它是音韵 例如说我 它是乌偶我 所以那个我不能是我 它是我 所以你的音要唱成我 我的音 可能我没有写出来 或者是说 虔诚或转身 已不是我自己能决定 我们讲话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可以讲成 虔诚或转身 已不是我自己能决定 它唱出来就会是 虔诚或转身 已不是我自己能决定 非常不一样 它就是在一个中文的韵角里面 要找到一个音出现之后 所以有一些东西 那个音是不能少的 就是 就是这些东西不能少 那原本我自己唱歌是一个 非常本能性的 原住民一个呼喊的 然后 真真的 然后就是往外放的 是是是 没有这么雕琢 对没有这么雕琢 透过他小小老师 梓恬老师的 这样子一个转 对 就是 反而找到自己 唱中文歌的一种口气 嗯 对 然后 然后曲式很清楚 是陈小小老师的 是 的那个特性 对 可是曾永龙唱 就是曾永龙的口气 嗯 我记得我之前去听 永龙的演唱会 当然 永龙唱部落的歌 有部落的风格跟感觉 演唱会的后面 其实也唱了一些流行歌 嗯 对 非常流行的流行歌 像是那时候 郭富城的那首歌 对你爱不完 是吗 还是风从哪里来 是风从哪里来 对更年轻 就是更老的歌 什么风从哪里来 什么迟到啊 对对 夜空啊 很多中文的流行歌 那是有另外一种 陈永龙的味道 嗯 然后现在唱沙利 又唱出了另外一种境界 你觉得在这张专辑里面 你想要给大家看到 怎样的陈永龙 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人问我说 这张整张的风格 对 然后怎么样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样子 是 对 它有小小老师的一种 独特的情歌的口气 它有清爵士 然后它也有原本 我的名谣的基调 对 对 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一个解释就是说 其实它是 它最符合我现在 这个年纪的 陈永龙的温度 这个答案你想很久 对不对 我想很久 对 因为我从第一张第二张 一直到第三张 就是每一张作品 都好像是 从素描 然后再画出来之后 然后你可能上色了 对 然后上色了之后 然后你可能现在开始 诶 还有些东西要修编 然后继续做 然后这个画 或者是说 这个音乐性格 就会越来越清楚 它没有脱离掉以前的样子 可是呢 它又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 对 那就是刚好在我这个 现在此刻的陈永龙 对 这个此刻的陈永龙 现在要出现的 对 那就是我现在的温度 就是这样战战兢兢的 老师 如果说永龙想要唱你的作品 的话 你觉得可不可惜 他说可以 他讲 可以 不过 不过 对 总是会有一个but 可以 永龙你唱歌 真的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他说你现在唱歌都在这里 对 因为你就是讲着唱 嗯 你要重新去想 你怎么唱歌 我们刚刚说 我第一次听到陈永龙的歌 其实是那一首 《大午山美丽的妈妈》 收在 一个合集里面 《美丽心命遥》 《美丽心命遥》里面 这首歌应该对你来说 意义很深刻 对不对 是啊 它就是我的第一首 站在台上愿意唱的第一首歌 我是男王附落的 是 对 我的家人们有非常多 已经 比我还早出过唱片的 例如说 陈建年 季晓军 对 浩恩 佳佳 什么男王姐妹的话 都是你的邻居或亲戚 都是我的邻居或亲戚 或亲戚 或亲人 对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都一直在 他们的后排当和音 有 我有看过 对 跟和音要打鼓 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那个安全网是很好的嘛 旁边是我哥 然后这边是 另外一个弹吉他的 是我是浩恩 然后那边是谁 然后佳佳也在这边 这个行列里 季晓军要叫 永龙叫 季晓军要叫我舅舅 对 那 可是呢 当有一个机会 要往前走 到前面前台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没有鼓 然后我没有那个麦克风叫 我的手是这样 笨笨的这样 对 可是自己心里面想唱歌 想试试看 那时候我就 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觉得我好喜欢 大武山美丽妈妈这首歌 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他说大武山是美丽的妈妈 大武山的姑娘 是带不走的姑娘 可是呢 他就扩散到说 其实太平洋 是美丽的妈妈 然后再扩散到 你是带不走的歌声 是山里的歌声 是海上的歌声 海洋的歌声 那我就会自己在那边 可能我自己的想象力 真的很多样化 我就在想 对啊 我妈妈是谁 对 那我的妈妈之外还有谁 他的妈妈的妈妈 就是我会把 往这个地方这样串联 然后 那我在台北 那我要怎样子 让台北的 这群听歌的人 是 你们都是太平洋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 这首歌的那个 扩散出去的 那个能量是很大的 嗯 当然我只是觉得 我很 就是当然就是从 他悦耳的旋律 跟他的词 有影响到我 有感动到我 嗯 那我就觉得说 从外地 移居到台北 生活来的一个 异乡游子 然后那我在这边 怎么样子找到一个 自己跟家乡的连结 我觉得这首歌 就让我连结到一种讯息 就是啊对 他就是好像唱歌 就可以是一种 回家的 连结的讯息 嗯 所以永荣 你在你的人生里面 有很孤单 很寂 很寂寞的时候 就会自己唱这首歌吗 可能在城市里面 生活有的时候 那种碰到的那种 困境啊 就觉得好像就是 可能自己在里面 这样自己吟唱一些 自己家乡的歌 会舒缓一些 在部落里面唱歌 其实是最自在的 对不对 因为这些歌都是很自然的 你的生活的歌谣里面 其实大家是一起唱歌的 他没有 他不会 他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一样 都会唱这些歌 嗯 大家也都把这些歌当 都不是表演的 对 对啊 是群聚在一起 然后 因为一首歌连结在一起 聚在院子里 或者聚在餐厅里面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到最后都会是歌声带出来 不管是 齐老先发声 或者是年轻人先发声 或者是说 长辈要你说 啊 永龙你去 你唱一下那个 上一次我教你的那首歌 嗯 对 这些歌都是属于 村庄的生活歌谣 对 所以这些生活歌谣 喜怒哀乐都有啦 嗯嗯 对啊 那会唱的都 全部都会一起唱 所以只要有一个领头羊 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唱 其他人都会跟着唱 所以这些歌有的时候 不一定是 欢聚结束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是一个 一个哀伤结束也可能 啊 也是用歌声来做结尾 对 那在原住民的社会里面 祭典是需要歌的 如果你不会唱这些歌 你没有办法 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歌 你会没有办法 跨过去你要的那个阶段嘛 嗯 所以你得要会唱歌 啊 你是说在你们部落里面 每一个年纪的阶段 你得要唱固定哪一种歌吗 对 哦 对 所以它是很严谨的 是是是 所以你这个阶段 如果你没学会这首歌 就是大家同侪的力量 都会帮助 都在唱这些歌 对 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如果你少回去了 所以就是说 你离部落的生活远了一点 然后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唱这些歌嘛 对 然后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我好像 好像还停留在某个阶段 对 对 只有龙这么会唱歌 为什么这么晚才出第一张专辑 对啊 好像十几年才出第一张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吧 就是 之前都在合集 合集里面有发表一两首作品 对 对可是 要集结成十首歌 其实是一件 要想很久欸 对啊 你想太久了吧 你想十几年 被谴责 熊姐就 在某个moment吧 大概是陆陆续续有 合集出版之后 他有一天就问我说 熊龙你要不要 试试看自己做专辑 然后我就说 真的啊 然后我就说 嗯 我先忙完现在手上的专辑好了 我就是这样子答 我就这样子过去 就昏过去 后来呢 他又有一次很慎重的问我说 你到底有没有兴趣要发专辑 他其实应该对你期待很大吧 他觉得你可以 他就是趁 他说你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嘛 对啊 趁那个时候还 是 青春洋溢 就是我觉得 然后对我来说 我真的有准备好了吗 我好像还没准备好 对 你对唱歌出专辑这件事情 是很慎重的 我觉得 我不晓得这样比喻 是不是对的啦 就是我觉得 做一张 做一张 CD很简单 做一张作品很难 做一张CD十首歌很简单 可是你要让十首歌 让它被大家听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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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没错 对 所以我往那个难的地方想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还没有 还不够 我好像累积的还不够 然后呢 就这样子 又两年过去了吧 对啊 你的外甥女都出专辑了 对 所以 所以 我反而也觉得说 对等我准备好了 我可能才能开始 终于有一天准备好了 我跟熊姐 熊姐又在慎重的问我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兴趣要出专辑 我说好 我觉得我可以来试试看了 对 好 那要怎么做 不知道 还不知道怎么做 还不知道怎么做 要唱十首男王部落的歌了吗 这个 小军做得这么好 对 然后有这么多 更优秀的原住民歌手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说缺我吗 所以后来 后来 然后熊姐就想到说 好 我想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点 就是 你可以唱胡德夫的歌 你可以唱家乡里面 陆森堡的歌 那你一定也可以 就是 你一定对于传唱这件事情 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对 对 那我们来挑战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唱李太祥的歌 哇 那当下我就说 是吗 不是要唱原住民的歌而已吗 不是唱海洋和海洋就好了吗 他也是原住民音乐大师啊 他就是这样子连结 可是对我来说 其实 那 我当然会有既定印象存在 就是说我们对他的 对老师的歌的一个既定标准 跟那个既有的 太强烈的印象都会出现 对 我怎么可能唱得过旗遇 对 我怎么可能唱得过徐景春 就是这种事情 对 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那时候我也才二十几岁嘛 那怎么敢啊 对啊 那 后来怎么去进行 熊姐找了 邀请了陈竹慧老师 做一个制作人 对 那陈竹慧老师 其实是跟 李太祥老师 一起工作 共事过很久的 一位音乐家 对 在这样子的过程 讨论当中 而且我们中间 还去拜访过李太祥老师 对啊 专辑开案之前 一定要先去 拜师 拜师 对 那老师其实 我跟老师也有很早的一个机缘就认识 因为当时在剧场工作 所以我在年纪更小的时候 就认识了老师 所以老师对我的声音是有印象的 而且他是喜欢我的声音的 对 所以当时老师身体 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对 我们就去拜访他 就是熊姐啊 然后慧如啊 然后制作人 跟我们四个人去 就是这样战战兢兢的 老师 如果说永龙想要唱你的作品 的话 你觉得可不可行 他说可以 他讲 可以 不过 不过 对 总是会有一个but 可以 不过 永龙你唱歌真的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哦 他说你现在唱歌都在这里 对 因为你就是讲着唱 嗯 你要重新去想 你怎么唱歌 让他去 他说这些歌 如果你唱这些歌出来之后 他不会拿 陈永龙跟李太祥比 他会拿你跟其他的 这些唱的非常好的这些女歌手比 嗯 对啊 所以你要自己找到你自己的味道 对 你才有可能唱出来说 哦 这是陈永龙唱的 对 对 陈永龙全是的 所以你不能只有一种方式唱歌 嗯 就是在这个之前 你看我想了这么久 人家都说 很像很多人都说很会唱歌 没有 其实在老师面前马上被点醒 其实你不怎么会唱歌 对 然后就在那边这样子 真的老师你说的对 那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建议的办法 对 你去学声乐 哦 对 所以你就真的去学声乐了 我就真的去学了三个月的声乐 重新认识我自己的声音 情感这件事情 会在不同的时间转变 可是也会在同一个 在人的里面 酝酿出另外一种情绪 可是所以这首歌它就是人的故事 嗯嗯嗯 对 它可能在三十年过后 又有人在唱了 它就会是那个时候的语言 对 永荣之前发这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除了声音让大家很惊艳 诠释了李太祥的歌的 那个时代的新的风貌之外 陈永荣的风貌之外 那时候有一支MV也非常引起大家 热烈的讨论 告别 对 重新演唱告别这个 这件事情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新的起点了 对 因为原本是男女对唱 是 原本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跟消逝 就是分散的一首情歌 是 可是 我真的觉得它有 这个 可以 这么好的歌可以留这么久 就是有它的魔力 嗯 这是李格蒂的第一首词 是 对 完全没有任何押韵的词 对 可是呢 李太祥老师让他 普出了曲 嗯 然后他有流行味 有古典味 然后有男女对唱 的一个新的方法 对 对 那好 我先把歌的故事讲完 是是 然后至于到我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唱 对 对 我用这个三个特质去放在这首歌里面的话 对 其实我一个人的声音 跟一把钢琴 嗯 一台钢琴 其实好像也可以成立 就可以撑起那首歌的很饱满的情感 对 那歌曲就这样子诞生了嘛 对 就是变成是陈用龙唱的告别 对 又找了侯继然 嗯 来做这张这首歌的MV的导演 对 那侯继然也是第一支MV就是拍告别 是 在聊这个过程当中 他说 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感情真的不能只有一种 是 现在这种 现在这种情感的关系 真的是远远大过于我们三十年前 或者是二十年前 没错 现在 现在人跟人之间 对于爱情的定义 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嗯 所以呢 你有新的语言 那我当然我的影像也要新的语言 赋予他新的意义 对啊 这个东西才会再被 看见说 是 其实这首歌其实是 情感这件事情 会在不同的时间转变 可是也会在同一个 在人的里面 酝酿出另外一种情绪 所以这首歌他就是人的故事 嗯 对啊 他不是属于任何一个时代 对 他可能在三十年过后 又有人在唱了 他就会是那个时候的语言 对 所以才会有这个MV出现 对 就是 情感的部分 他真的不只是男跟女 甚至还有 还有一个妈妈跟七条 七只狗 他可能也是一个关系 对 也是一种爱 对 男男女女 这些东西都存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是 所以他就把这个 呃 男男恋 这个剧情放在他的这支MV里面 嗯 欸那真的好心碎喔 就很心碎啊 就是一对情侣 其中一位 逼于社会的现实 想象当中应该是这样 对 他得要去结婚 嗯 但是他明明 他们是一对非常相爱的 对 男同志恋人 对 这一个人要去参加他的恋人的婚礼 嗯 但新郎不是他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 他追累 对我觉得这个MV大家都卯足了劲 就是不只是 不只是音乐团队 甚至连MV导演 他的第一支MV 他都希望自己可以出现一种新的音乐余 对 对啊 那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就是 就是我说的作品吧 对 就是说这张这个作品 其实真的是集结到非常非常多 不同人的用心 嗯 熬了无数的夜 去左推敲 然后右推翻 然后这样子 然后想出来一个结论 是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 我就是一个 只有一个小小的唱歌的人而已啊 其实大家都 大家的用心真的是很多很多 比我想象中的更多 嗯 那所以才把这样子的故事拍出来 然后让大家听到说 哦 这样子的感情故事 这样子的歌 是 这样子的陈永龙 对 这也是因为告别 这个第一首歌 第一个个人专辑 嗯 然后又再被大家认识 好像有很多人可能是 因为听到告别 从第一张专辑 因为这支MV才认识陈永龙的 陈永龙在MV里面演 十集 对啊 那是没看到的部分 是MV里面你没有出现 MV里面 但是开车的人是你 对开车的人是我 哈哈哈哈 好 虽然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 告别这首歌 但是其实永龙 最近出的这张专辑叫做 沙莉 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哈哈哈 今天非常谢谢永龙来节目里面 谢谢 谢谢 谢谢菲玲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